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检查和试验 施工准备 变压器本体就位要求 基础平整 就位中心线准确 变压器现场交接保管要求 冲击记录仪记录数据检查 三维冲击记录仪记录小于3G 运输压力检查正常并做好保管期间的检查记录工作 变压器由品质控制的三个阶段 一 变压器原油取样试验基纹指标达到 电气强度大于等于每2.5毫米40千伏 微水小于等于20ppm 90摄氏度时 借损小于等于0.5% 二 变压器由注入前取样试验品质要求 220千伏变压器 电气强度大于等于每2.5毫米40千伏 微水小于等于15ppm 90摄氏度时 借损小于等于0.5% 500千伏变压器 电气强度大于等于每2.5毫米60千伏 微水小于等于10ppm 90摄氏度时 借损小于等于0.5% 三 变压器施加电压前 本体由取样试验品质要求 220千伏变压器 电气强度大于等于每2.5毫米40千伏 微水小于等于15ppm 90摄氏度时 借损小于等于0.5% 500千伏变压器 电气强度大于等于每2.5毫米60千伏 微水小于等于10ppm 含气量小于等于1% 90摄氏度时 借损小于等于0.5% 安装前检查和试验 气体继电器和温度计送胶检验合格 套管 升高座 电流护杆器 储油柜 压力释放装置 冷却器 油泵及风扇电机等需检查试验合格 复件安装 安装复件需要变压器本体漏空时 环境相对湿度必须小于80% 适量补充漏点应低于零下40摄氏度干燥空气 每次只打开一处 并用塑料薄膜覆盖 连续漏空时间不宜超过8小时 套管 升高座安装要点 采用平衡调节装置调整 保证安装面平行接触 大型套管安装要点 以优先采用专用工具 以优先采用抬掉竖立方式 绑扎和调整角度方法必须可靠 内部检查和接线 内部检查和接线心部漏空时 环境相对湿度必须小于80% 本体内相对湿度必须小于50% 内部含氧量大于18% 持续漏空工作时间不宜超过8小时 每天工作结束必须冲干燥空气到0.02至0.03兆帕 以确保本体内维持干燥 内部检查连线工作结束后 应由甲方代表、监理人员、施工人员和现场服务人员进行会签 抽真空及真空注油 真空系统连接布置满足产品技术要求 变压器本体真空残压 真空泄漏检查及维持真空残压的抽真空时间符合规范及产品技术要求 真空注油时注意控制注油速率在每小时3000至5000升 真空注油过程中需维持规定采压 变压器整体密封试验通过变压器呼吸器接口冲入干燥气体进行 冲气压力按照产品要求执行 一般为0.015至0.03兆帕 保持24小时检查变压器应无渗漏 密封试验过程中注意温度变化对充气压力的影响 热油循环 热油循环过程中 滤油机加热脱水缸中的温度应控制在65加减5摄氏度范围内 热油循环时间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电缆与二次接线 变压器本体电缆辐射要点 排列整齐 美观 固定与防护措施可靠 现场检查和试验 变压器安装完成后应仔细清洁变压器 确保气身清洁无污点油剂 按照产品的运行要求检查各个阀门的位置正确 检查储油柜和冲油套管油位正常 检查每个接地部位可靠 主要包括 本体两侧与接地网两处可靠接地 中性点与接地网两处可靠接地 铁芯加键与接地网可靠接地 平衡线圈引出套管短接可靠 并与接地网可靠接地 电容式套管默平可靠接地 电流护感器备用线圈短接可靠并接地 检查呼吸器是否已装有合格的吸附剂 且呼吸畅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